在全球贸易上我们今天看的是中国的车市一枝独秀 那么国内外的市场全面在年底畅旺 中国制的陆产汽车出口量超越德国仅次于日本 它今年9月出口2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八成 其中新能源车就占将近19% 汽车出口的激增拉动的是中国大陆的造船业 因为汽车出口必须要特制的汽车运输船 所以造船厂这次的接单是突然爆单 有船厂接单已经接到2025年 这使得每年创造的人民币产值已经超过20亿 码头边整齐停放准备出口到海外的新能源车 光是这一批就交货数百台 踏入国产的新能源车准备运往德国瑞典比利时等国家 南沙汽车口岸累计开辟了六条外贸汽车出口航线 覆盖中东欧洲南美东南亚中北美等地区多个国家 广州南沙汽车口岸不仅开辟多条航线 还拥有大陆华南地区首个汽车出口监管仓库 这一切都是大陆车市热 除了自家市场出口也暢旺 光是9月份大陆汽车出口25万台 同比增长85%其中新能源车占了18.4% 今年以来广东出口汽车超4.6万台同比增长超一倍 这当中国产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增长迅猛 较去年同期增长超两倍 不同于一般出口货物汽车出口更考验传播运力 即便没有直达航线也行 货物运公司抢仓位 大陆汽车出口量大幅激增 如果汽车采用一般货柜运输 打包装箱技术要求高 作业速度也就慢 而且容量有限 尤其新能源车出口更必须使用专用 危险物品货柜 会额外增加成本 所以大部分车商还是选择专门运输船 保守估计目前华南片区汽车船 整体运力需求缺口月均2万台 从仓位供需情况来看 目前各个滚装航线都是供不应求的 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下 汽车运输船 成了大陆造船厂现在订单承接的主要船型 汽车运输船在造船工艺上要增加载重量 但自身船重要减少提高博钢版的使用 在山东烟台这家船厂 目前汽车运输船的订单就有12艘 是船厂接货数量史上最多的一次 汽车出口拉动造船市场 大陆对新能源车的研发推进不局限在电动车 上海现在就有使用氢燃料的网约车 作为一辆氢燃料的新能源汽车呢 它还是有一些独特的细节的 就比如在这个位置打开之后 它其实是一个加轻口 打开这个帽盖 它就能加轻了 氢燃料网约车 相较纯电动车 最大优势在于加轻时间短 续航里程长 每公里加轻成本在人民币四毛钱 开氢燃料车 它充气的时间比较短 像充电的话 它要花费大概一天两三个小时 充气的话只要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能够更多的时间去接单了 氢燃料车应用在更广泛的网约车上 代表着大陆新能源车技术 持续在推进当中 告别以往氢燃料电池成本高昂的时代 今天的我们的第四代电堆 相比较三年五年前 我们的成本也就是说 只有原先的一半不到 虽然还有加轻设备考量 大陆新能源车 最近几年还是会以电动车为主 但足以显现大陆的汽车市场 已经成为拉动经济 不可或缺的重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